有請邱局長 請邱局長 委員好 局長辛苦了 我想就直接切入重點 就資安的問題 網路資安 是目前局裡面 甚至是國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麼我們從國家實驗研究院的 國網中心統計這個數據 台灣每個月網路攻擊事件 至少1.5億次 政府部門每個月 被境外網路攻擊次數 2000萬到4000萬 那麼我們也知道 國安局在2015年正式掛牌成立第七處 就是有關網域安全的這一部分 所以以網路為中心的未來戰場 我想網路戰是國家戰略程序 超估國安局 它的特性 它有七種資訊戰的做法 我相信局長應該都很清楚 那我現在要問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 根據立法院的關係文書裡面 所提供的 我們有50%以上 政府的資安部門都是委外 那甚至在2019年 委外超過50幾% 那委案會 委外這麼多的比例 是因為我們自己本身 政府機構能力不足 但是它有沒有造成資安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據我所知道 我們國安局七處成立之後 國家政府部門現在有的資安單位 國防部通知電軍 調查局 刑事的針灸隊 還有民間的人才 目前的招募和整合的情況 是不是請局長簡短回答一下 我跟委員報 委員對這整個通知的狀況 真的相當清楚 我們不可會言 委外可能會當時要求快 馬上能夠獲得一個什麼裝具 就做一個通知運用 但我們也知道 通知這種對於在各國來講 都是一個很機敏的 通常不會輕易的把這些 弄國外去 弄人你的話 對他來講也有可以獲利 他才會採取這個做法 另外以外合作方面 我們本來有八大情勢單位 都我們進來要合作的 在增加了通知電軍以後 我們也是把他納入 納為我們自己的合作管道 更加緊密 我想對於通知電軍來講的話 他跟我們最大關聯 就是不管在 這個密語或者這個資訊 駭客各方面的一個工作 大家都可以同步來相互來彌補的 這對後來工作是有幫助的 我想是不是如果在不違反 機密保護法的原則下 但是為什麼招募到那麼不好的成效 而這些駭客願意去Google 願意去民間企業 所以我們招募的 除了一個是薪資招募的原因 他的意願 是不是在這一方面 請局長簡短給我回答一下 是 什麼剛剛那個委員講的啊 招募這我們要很慎重的 因為這些都是很專業 甚至於我們第一個要扛到 講這個人的品德方面 是不是有問題 不要他假借這個公家的器材 省他個人的私欲 這是很忌諱的 所以我特別請到我們那個 那個資電站的這個單位啊 對人才招募方面 一開頭成立 也有很多委員關切 就是說你們在家 可能招募會有問題 可是當初我們也討論過 他們講應該是可以 逐步達到這個期望的 我們在這方面會注意到 自己儘量把這些 所有專長的人啊 把他納為自己來國用 或者我們公家來用 這是對我們整個社會 是有幫助的 是 我們要確保資安 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但是國家的人才在民間 位為國用 是一個重要的考量 那麼最後一個問題 有關美國網路風暴演習 已經開始好多年 兩年舉行一次 我們到目前為止都無緣參加 我也曉得局裡面或者政府 也舉辦了類似的演習 邀請很多學者參加 但是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國際網路訓練的平台 我們能不能夠儘可能努力去參加 用任何身份都可以 但是跟國際高手交流 參與演習 才是對整體國家網路資訊安全 最重要的方式 局長是不是就這個簡單的回答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 去年行政院辦的這個有關的 聯合做演習 我們是有派人參加的 那委員剛剛給我們指導 很正確的 因為這種東西 這個合作單位越多 就知道來源越廣 對我們工作推動越有幫助 我在局長任內我絕對會把這個 定為我們主要目標之一 在推動這些工作 好 希望除了局長以外 站在政府的高度 跟美方現在交情這麼好 是不是透過政府高層外交部來促成這件事 讓我們的治安單位有相當的專業人員可以參與 這是對國家對國際網路戰都有幫助 請局長繼續努力 也希望透過你的國安會議向總統反映這個事情 好 謝謝局長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